您说李连杰先生 你们二位这个打戏是比较多的吗 那个时候全是真打 不命 李连杰出口狠吗 应该是不留手的 他也是说你怎么下手做 我说你下手比我还多 那你得挨得多少打呀 太多了 这辈子挨得太多打 在观联上可能有二三十分吧 在一场节目中 季春华只是简单问个路 他逮着一个姑娘就问 姑娘 我问你一个事 长发姑娘见了他 看了几秒 吓得转身就跑 只留下一句 太可怕了 季春华愣在原地 想叫回姑娘 哪有人啊 姑娘 可姑娘越跑越远 就像他说 没办法 人们第一次见我都怕 怕 是人们对季春华的第一感触 他一张方脸 光头 没有眉毛 看起来凶神恶煞 但少有人知的是 他其实是很有侠义精神的人 季春华自小习武 曾是浙江省武术队的队员 很多年里 他人生的目标 是成为一名武术运动员 他也够努力 天赋也高 据传 在武术队 季春华一路领先 是佼佼者 而这个风光时刻 在他17岁那年戛然而止 那时他练武 是拿针刀 有一回 教练要他用刀绕出刀花 季春华很兴奋 他仍旧是最勤奋的一个 不料 他拿刀一扰 挑到了鼻子 戳伤了鼻头 被封了二针 封好后 医生给了他一副中药 须每日熬着喝 当时他穷 买不起熬药的罐子 便拿茶杯熬 结果 喝了几天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再喝几天 眉毛也掉眉了 季春华这时才感到不对 跑去医院检查 视力中毒 中药和茶杯混合 导致化学反应 他没法再恢复原貌 八十年代 人们普遍保守 剃光头 视流氓 穿喇叭裤 也会被骂视流氓 何况 季春华的头发 眉毛都没了 教练一改对他的态度 逼着要季春华退学 理由是 形象不好 那一年 他十七岁 本是一腔热血 想用武术谋生 如今被驱逐离开 青春期的少年 心思敏感 季春华被赶走后 变得极其自卑 用他的话说 连见人抬眼看你 都不敢看 回家后 他闷在家里 谁也不见 一好友 见他这样 很是心疼 劝季春华去学散打 季春华想了想 武术是打 散打也是打 反正都是打 便去了 因有武术基础 他很快掌握了散打的技巧 在一众师兄弟中脱颖而出 这时 季春华调整目标 想要在擂台拿下名次 可未等他实现 命运再次来了各大反转 1979年 中国电影业蒸蒸日上 电影 是亿万青年眼中的光 他们称知识潮流 一些香港导演瞄准机会 会来内地挑演员 张心妍就是这样挑中季春华的 张导为少林寺选角 希望找各个高点的 但南方人普遍瘦小 只有季春华市例外 有一米七多 张心妍要他来面试 面试当天 季春华又怕被嘲笑 还特意戴上帽子 将冒岩压得老低 这个好 就这形象太特别了 多识广的张导 一眼定下了季春华 于是 少林寺里的秃鹰诞生 传闻 少林寺原剧本 根本没秃鹰这人 就因为张心妍看到季春华 才决定加进去的 张导的眼光没错 季春华演的秃鹰 凶狠伶俐 动作很绝 尤其是他的鹰爪动作 一出现 电影就到达高潮 这个角色为少林寺增光天才 少林寺播出后 在票价一毛五的年代 创造出1.6亿票房 观影次数多达5亿次 创下1616万港币的记录 打破了香港功夫片的巅峰记录 那一年 季春华21岁 他成了坏人的代名词 他自己也非常感谢这个角色 如果没有被张导发现 我可能现在跳楼了 抑郁症了 如果没有张心燕老师发现 你后来成为一个影星的话 我可能现在跳楼了 抑郁症了 如果说 少林寺拯救了他 那么方氏玉 便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拍完秃鹰 季春华在娱乐圈 以声明确起 演坏人响当当 随即 于震海这个坏人角色也找上他 这次他依然是和李连杰合作 那年李连杰17岁 下手不懂轻重 季春华和他对打 总会受伤 有一场戏 他们二人私斗 李连杰不断用拳头揍季春华 招招凶狠 正常情况下 人一旦被重力捶打 必然要向后倒 可导演规定不能后倒 于是 季春华便绑着腰风 被绳子拉着 硬生生挨揍 被李连杰打了40多拳 整部影片下来 总共挨了100多拳 很少人注意到 他当时的腿上 还绑着石膏板 我是带了这么大的石膏啊 为了跟他身高一样 我坐在轨道上 轨道上当我的脚 最后 他被打死在椅子上 这个画面 成了功夫片的经典一幕 很多影迷说 很酷 只是 他们不知道 酷的背后 是季春华被打得一身使伤 浑身疼痛难忍 拍完这一幕后 他修整了很久 才恢复过来 在季春华的人生字典里 从没有替身二字 他向来都亲力亲为 拍天龙八部 他演恶人断言庆 这个角色需大面积化妆 导演直白告诉他 我必须破你的相 季春华二话不说 将脸伸过去 结果 造型师用乳胶 一点点往他脸上涂抹 这个胶 就像醋和牙膏 只要涂在脸上 肌肤都会收紧 一般皮肤不好的人 还会发炎 季春华不在意这些 他都能忍受 唯一不能忍的 是去拍新少年五祖那次 他说 里面的妆是我拍戏 三十年来最痛苦的妆 那是在大冬天 剧组用乳胶 将他全身涂满 还拿浆糊 重复抹了一次 为了让人物形象丰满 每当季春华动一次 又拿刷子在他身上刷 拍着拍着 浆糊里的化学物质 渗入到他皮肤 季春华本中毒了 他头疼腹痛 甚至抽搐 差点就命丧黄泉 还有一次 他真的差点死了 那是在甘肃拍少林 传奇三大漠英豪 有个镜头危险至极 一清兵踹了季春华一脚 他头朝地 滚到坑里了 季春华第一反应 便是伸手 但他手一抓 没知觉 再伸脚 依然没知觉 他开始慌了 手 脚一起动 依然没感觉 大概过了两小时 知觉才慢慢恢复过来 这次拍戏 也给他留下了后遗症 此后 他的手握里出现障碍 受伤他自己都习惯了 他说 就脸上已缝了三十针 鼻子除了上次的二针后 又缝了三针 我的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疼 不练也疼 练也疼 那怎么办呢 我练每天练给你看 可以说季春华拍戏是玩命 而他竟也同时与支撑正比的 是他的恶人形象得到所有人认可 但哪个正常人愿意一直当坏人呢 季春华也想演好人 2017年窦销尝试挽救季春华的形象 让他在霍原甲系列里演于洪水 忠诚众议 铁骨铮铮是个大好人 结果季春华一出场 一直被观众骂 是坏人出来了 他首次尝试转型以失败告终 季春华也坦然自嘲说 正派很难让人记住 反派却让人深入人心 其实 季春华真是一个很善良敦厚的人 当年拍《少林寺》 季春华是剧组最热心的一个 剧组缺什么角色 他都会顶替 从无怨言 导演让他扮死人 他席地一躺 立马装死 后来成了名 也依然不找助理 没架子 大家评价他 他冷漠的外表下 有一颗温暖的心 2018年 正在北京拍戏的季春华 突然被捕疼痛男人 他去医院急诊 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没多久季春华病逝 他离开时 距离57岁 生日只剩9天 2018年7月 季春华举行了追悼会 与他合作过的明星大多来了 赵文卓 杜玉明等 葬礼上好兄弟杜玉明感慨 他没有演一个好人角色 是他最后的遗憾 但是 观众记得他 一声向上 一声向善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